古代有一部民俗家具紧急 里面收入许多民间俗语 其中有一句俗语 定可识人观 陷落识人邪 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民间对相葬知识诸多机会 怎么还会愿意帮人试棺材呢 古代鞋子算是贴身植物 古代卫生条件差 脚戚也是很常见的 如果穿对方鞋子 很容易就感染上脚戚 并且难以治愈 这些人也是想以此告解 与他人交往中 其实关系密切 也要适当保持距离 棺材虽是相葬用品 但是许多人会在活着的时候 就提前准备兽医等务 意义肌腹肌瘦 棺材有声光发现行音 老人觉得提前准备棺材 也能算造福子孙 这句俗语包括老土东的智慧 如果传到现在 已经很少人知道其中含义了 今天是你春节的说到这里 喜欢并且问话 欢迎关注一点赞